實際來到大創門市 文具用筆區的貨架上 空出一整排都沒有東西 還有這一邊 File夾區也全數賣光 既然東西都在架上 就是如果賣完就沒有了 如果有貨就已經會補作 沒有貨的話 就是只有架上 大創門市裡東西 只剩下八成滿 卻沒貨可補 逛街的民眾也寥寥可數 好幾樣熱門商品 早就已經賣到缺貨 被國貿局廢紙 進出口廠商登記兩年 翻開產品標籤 產地都還是日本製造 但是連電源都沒辦法保證 貨源還能撐多久 都不會在谷歌 又等進貨 可是不確定那個 會不會進那個商品 台灣大創會改為 僅在台灣境內進行採購 那價格的部分會上漲嗎 還是說可以維持 現階段在店鋪裡面的商品 我們原則上會維持 同樣的價格販售 大創表示 未來將繼續經營在台事業 但是因為不能從境外 廠商進口國外商品 只好透過其他國內業者代購 但多了一道關卡 業業預估 一旦向國內進口商採購 勢必會比之前直接 向日本批發成本還要高 售價恐怕也會跟著上漲 有需要的 它有我們就買 應該還是會 對 就是 至少就是 還是東西是從日本製造的 大大的標題寫上免運費 大創線上購物網站 和奇摩商城 因為營運狀況不佳 只營業到下個月17號 大創也確定在6月10號 要關閉澎湖門市 看來這次風波之後 大創也要重新調整腳步 就希望能夠度過這一次危機 記得先回想 分享方體給我 等 好